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三叶 三叶是指的生 口 意 这个三叶是指主宰我们轮回的主体 也是决定一个人的智与美丑 贫富贵贱的因素 而生 口 意 三叶又可以细分为生有三叶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口呢 有四叶 不饿口 不两舌 不妄语 不其语 意 也有三叶 不贪 不撑 不吃 就是大家也许听过有所谓的十善业 也有或者是听过十恶业 其实这就是说善与恶存乎我们的一心 而心念执行变成了行动 行为 产生的结果就是我们不会消失的业力 最终呢 就成为了主宰我们未来的力量 另外 这个业 这个字呢 它是有造作的意思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行为 行动 所作所为 意志等等的身心的活动 我们每天行为造作 汇聚成了一种极大的力量 决定了一生的幸与不幸 业 来自于身形 口说 意想 业 有善 有恶 善恶的业力 决定于 决定我们不失 不失什么 所谓的假许百千节 所作业不亡 因缘惠玉时 果报还字寿 果报还字寿 所以又说了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一般人常因为觉得好人受苦 坏人享乐 因而对于善恶的因果 会产生一些怀疑 其实 善恶的因果 不能只看眼前 有时好人受苦 坏人享乐 其实 这是由于个人前世所造的业因 而获得今生的一种果报 我们要能够正见善恶的业力 才能够谨言顺行 免受恶报 所以 既然业力是主宰了我们生命轮回的主体 那么 我们是在哪里轮回呢 在这一起一起的生命当中 每个人 今生的俘获 贫富等等 都是自己前世所造作的行为结果 而今生所发生的善恶行为 有些会很快地决定了今生运气的好坏 有些呢 就是决定于下一期生命的好坏 所以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三世因果 三世因果 三世呢 是横贯于过去 现在和未来 因果 简单地说 是原因与结果 以时间的概念来说 也就是原因 是发生在之前 而结果 是在之后 英文的话 就是before and after 然而 之后产生的一个结果 可能又形成了 是下一个结果的前因 所以 这就是所谓的互为因果 也就是说 过去的业 是因 招感了现在的果 然后呢 在由现在的业为因 招感了未来会产生的果报 如此的因果相适 如此因果相适 就造成了生死 轮回的无穷 世间万法 都是由因缘而生起 因缘合合 才会有一切的现象 而这个现象 产生就是果报 果报来自于因与缘的结合 有因有缘 必然有果 也正如播种了一个种子的因 只要条件 我们的这些缘分具足了 是必然 我们会看到 有开花结果 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产生 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 都是要靠各种的因缘 合合而成就 因此 种好因 好缘 自然会有好结果 所以星云大师说过 善因好缘 反之呢 如果种下的恶因 恶缘 必然会有恶的果报 我们能正见因缘果报 才能够明因 世果 由明 辱物 开悟的物 所以基本上 因果是佛教教义体系当中 用来说明世界一切关系的基本理论 这会需要一整节课来解释 所以大家以后有机会呢 一定会再听到类似相关的说明 但是接下来 我要为大家介绍 另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一定要了解的 就是三归五界 归一三宝 是学佛的入门 而三宝的定义 在第一堂课 助持荣构法师 就已经为大家介绍过了 所以 修行学佛 要先受三归一 也就是归向 依靠佛 法 僧 三宝 以佛为师 以法为要 以僧为友 这样子生生世世 不离正法 涌离恶道 归一三宝之后 才是正式的一个佛教徒 就好像上学 去学校 要先注册一样 你必须证明 定分 这样子 归一以后 还有三十六尊 善神会守护归一的行者 佛教信徒们 而且会获得三宝的磁光加倍呢 归一 也是归愿的意思 依靠的意思 一个初学佛的人 信心不容易坚定 能力 智慧都可能不充足 所以呢 我们必须依靠三宝的力量 藉由三宝 佛 法 僧的庇护跟指引 甚至成就我们的学业 事业和道业 并且 我们会有外在的三宝作为指导 启发我们自己 其实本字具足的自信三宝 而讲到归一 又有回转的意思 回头的意思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回过头来呢 因为我们无始劫来 我们可能曾经背弃过三宝 所走的路都是错误的 所以 现在要把错误的观念改正过来 舍弃过去的邪见 归一我们的自信 这样子才能够杜托自己的生生死死 所以 归一三宝 第一 我们是归一佛 教主释迦摩尼佛 是一个悟道的觉者 为我们修行人的导师 归一释迦摩尼佛 也就是归一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再我们再来看归一法 佛为了度脱众生 得到解脱 设了种种次第的法门 等于学校的学制一样 所谓 人道守五界 天道修十善 声闻修四地 圆绝修十二因缘 菩萨趁修六波罗蜜 众生 我们要凡夫众生 修习这些正法 可以作为人生的方向 然后就可以离苦得乐 得到真正的自在解脱 第三 我们要归一的 是归一森 一循正法 修行的清净森重 是大众的榜样 所以应当归一 十方一切菩萨森 十方一切声闻圆绝森 十方一切清净森 再者 修行的路有很多 我们应该要归一 一位善知识 接受他的教导 这样才不会走错路 归一最好选择 一位有道德 有学问 有行识的师父 就如同心灵大师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 常常清净大师的本人 但是 从大师的言行 大师的思想 还有大师本身的著作 这些无形当中 我们都能够跟大师学习 得到些许的光明与功德 同时 这也是真正的 可以供养了真正的高僧大德 广大的知识与福田 都是跟这样子的 贤圣僧一起学习 再来 我们要谈的是五戒 因为受持戒律 是要把信仰 纳入自身的行为里面 去实践 就像是一个学生 要遵守校规 国民要遵守社会的 一些法律 是一样的重要 所以佛教徒 在归依三宝之后 进一步 八心求受境界 从受界中 得到清净的戒体 得到诸佛菩萨的庇佑 十方隆天的护持 如此 在佛道上的学习 修持 还有慢慢地 还有慢慢地向戒 定 会 三学上面努力地去成就它 尤其 尤其 戒 是一切善法的根本 也是世间一切道德行为的总原则 戒的本质 是在于不侵犯 从不侵犯他人当中 完成自己身口意三叶的清净修持 这种发自内心的自我要求 就是慈悲心的体现 戒也是秉除习气 立志与贪 称痴 烦恼 的魔君 相对抗 所以说 受界 也是一种修行 戒 又分为出家戒 与在家戒 属于在家信众 可以受持的戒法 有五戒 菩萨戒 和八观斋戒 受戒 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 可以增加信心 经由戒法的受持 可以对于佛法的信仰 更加的肯定 第二 可以产生功德 受戒以后 在天龙八部的护持下 自然会有好因好缘 第三 可以产生力量 面对困难逆境 有勇气 去克服 处事 也比较不会 优柔寡断 第四 可以人生平安 因为 有怨心的坚持 隆天护法的加倍 自然 就会平平安 就会平平安 第五 可以增加悼念 发行修行 服务众生 自然 能够悼念不退 第六 可以会 有心声 有了戒法 可以约束 放逸的身心 由内心 慢慢的 出生 智慧来 第七 可以获得尊重 受戒以后 会受到长老大德的另眼看待 同道尊重 以及社会人士的尊重 第八 最后可以产生和谐 有了戒法 在团体中 容易和大家融合一起 受持五戒 受持五戒 任何一种宗教 其实都有应受的戒法 五戒是佛教的基本戒法 也是根本戒 佛陀 常常称赞 五戒 也叫五大师 五师的师 五戒的殊胜是 他是做人的根本道德 他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德目 他是了脱生死的正因 甚至 比丘戒 也是有五戒的升华的境界 一切的戒 都是由五戒当中分支而出 所以 我们前面说过了 五戒 就是根本大戒 那么五戒 是哪五戒呢 第一 不杀生 也就是不侵犯他人的生命 大致不杀人 小致不杀死蚊虫 不过 佛教特别是以人为本的一个宗教 所以最重视的是 不杀生 是指不杀人 此外 浪费时间 破坏东西 也是属于杀生 因为生命是时间的累积 所以浪费时间 就如同杀生 同样的 浪费物品 也是杀生 借杀生 主要是要掌养我们的慈悲心 有人说植物也有生命 为何我们吃植物呢 在佛教认为 动物其实是有心事的反应 而植物只有物理的反应 所以吃素不算是杀生 第二个戒 是不偷盗 就是不侵犯别人的财富 不是自己的东西 未经许可 便占为己有 就是偷盗 根据戒律 盗取以前 在古时候的时候 只要价值五钱以上的 不管是钱财 或者是物品 就是一种偷盗的行为了 就是犯了根本大戒 平时顺手牵羊 或者是取用公司公家的一些性质 笔等等 乃至于借用的东西 不还 这些是叫做不倾尽的行为 虽然不是犯根本戒 但是还是要赴因果的 凡是将无主以外的东西 据为己有 就都算是犯了偷盗戒 第三是不协盈 协盈是指合法夫妻以外的男女关系 所以不论是以暴力强迫的 或金钱交易的发生的性行为 甚至是重婚 诱拐或是贩卖人口 妨害家庭 强迫别人从事性交易买卖 等有伤害社会风化的行为 都是犯了邪淫戒 因此 夫妻坚持不犯邪淫戒 家庭就是一个和乐的家庭 社会就是会是一个手里的社会 第四 不妄语 不妄语界就是说 不说虚妄不识的话 虚妄的话包括了调过鼻尖的两舌 恶语伤人的恶口 欺瞒不识的妄语 恶语奉承的奇语等等 包括有一种叫方便妄语 也就是善意的欺骗 为着别人的利益着想 或者不想麻烦别人 而说的妄语 只要这是一个出自于动机纯正 而是一个帮助别人的 这样虽然犯了妄语的戒 也是一个清戒 最后是不饮酒戒 虽然这里说是不饮酒 但是凡事能够刺激神经 使人失去理智 破坏道德品行的一些物品 譬如大麻、鸦片、安非他命等等 等等毒品 这些都是属于在不饮酒戒 所要戒要戒除的 五戒分开来讲 有五条 其实却综合来说 最重要的是根本只有一条 就是不侵犯众生 人间的一些动争 动乱、不安 主要都是因为彼此的相互侵犯 不尊重他人而引起的 如果世间上 每一个人都能够持守五戒 而且是严格的持守五戒 那么人间的净土 理想就不远了 而且依据经典的记载 受持五戒五十种利益 第一 可以满足一切智 智慧的智 第二 如佛所学而学 第三 智者不悔 不会被毁 不会销毁 第四 不退誓愿 第五 安住于行 第六 弃舍生死 第七 穆勒涅槃 第八 得无禅心 缠绕的禅 第九 得胜三昧 第十 不法信财 信仰的法财 所以呢 能够不杀生 而护生 自然可以获得健康长寿 不偷盗 而不失 自然能够发财 不邪淫 而尊重他人的敏捷 自然家庭和谐快乐 美满 不忘语 而赞叹他人 自然能够也会获得美欲 赞欲的欲 不喝酒而能远离毒品 自然身体会健康 智慧会清明 所以受戒是一种自新的管理学 直接的人也一定会是守法的人 一个人违反了国法 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同样的 违反了戒律 也会受到因果律的报应 因此 持戒是以指恶行善的戒 来达到自新的亲近 进而 可以创造社会的和谐 世界的和平 这种 不侵犯他人的功德 比布施还大 所以 以上介绍了五戒之后呢 我们还要再跟大家说明 四正情 这个名像 但是一定会比较容易了解的 所谓四正情 就是指情于精进 精进于什么呢 断恶身上的四种修行善法 又称为四正断 四意断 意念的意 或者就是叫四断 情呢 是不怠惰的意思 断呢 是断除障碍的意思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要情于精进的心 来断除怠慢的心 以情于精进的心 来断除怠慢的心 这是佛教的四种正情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通道 通往八正道的一个方向 刚刚我们提到的 以上都是属于个人修持的部分 需要认识的名像 但是除了修持以外 我们要培育修行的福德资良呢 又要如何来做呢 所以大家一般都会知道 会供养三宝 但是我们要拿什么 或者是我们要供养 我们三宝是什么呢 所以下面一个名像 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四式供养 四式供养 一般佛教信徒们 会提供僧众们 饮食 衣服 卧具 汤药 这四种是主要能帮助 修道的僧众们呢 和一些我们滋养色身的资良 所以称为四式供养 而现在一般是在农历的 七月十五日前后 也就是七月十五日 是所谓的僧自之日 就是佛陀时代僧团结下安居 而结束的那一天 圆满的那一天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现代呢 会举行供僧法会 我们让护法信众们呢 在 以饮食 衣服 卧具 荫药 来供养僧众 也就是所谓的 道粮 灾僧 我们僧众呢 要举行法会 来 回报 来感恩 我们栽主信师们的供养 会举办一场 鱼兰盆法会 来功德回向栽主们 而栽主们 也借此法会 累积了自己的福德资良 当然 福报资良 不是只有从持戒 物施 供养 共生当中而来 还要懂得感恩 那我们要感恩什么呢 接下来 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四种报恩 大家可能 也会听过 这么两句 回向记 上报四重恩 下记三土苦 那四重恩呢 就是父母恩 众生恩 国家恩 三宝恩 为什么是这四种 大家想想 如果没有父母 我们启得人生呢 在一部大方便 佛报恩经当中 又指出 父 有慈恩 母 有悲恩 所以 我们人人 都要报父母恩 那么众生恩 众生 又跟我们 有什么样的因缘呢 因为 一切众生 无始以来 百千万节都轮回 跟我们 其实都 彼此都是互为父母 也因此 人人 都有恩 我们 当然 要感谢 众生 那么 国家恩 也就是 国王恩 以前 一国之君 如果 不是 勤政的 好国王 好好的领导 人民的生活 会 无所依靠 会很辛苦 所以 一个 好的领导人 我们当然 要感谢 报恩 那 最后 我们要报的是 三宝恩 更不用说了 就是 佛法僧 三种 不可思议的恩德 如果没有佛陀 如果没有法的流传 如果没有僧人 亦师亦友的引导 我们 就如同在黑暗当中 痛苦的摸索 对我们 云云的凡夫众生来说 佛法僧 如至宝 怎么能不感恩 报恩呢 所以 以上 就是 四重恩 这四种 报恩 那么 下一个 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五欲 欲望的欲 五欲 是什么呢 财 色 名 食 税 首先 看财欲 财 就是 世间一切的财宝 所谓 人 以为 世间的财物 对于我们 色生 其实 好像是 很重要的 生命的资粮 所以 贪求 爱恋 到执着的 不能放 而色欲 是指着 世间 一切的 青 黄 赤 白 这些种种颜色 还有 男女的美色 所谓 人以色 取悦 赤意 所以 也是 贪恋 执着 不能够 出离三界 佛陀 教导我们 爱 是可以 升华的 可以转化为 慈悲心 再来 我们看 饮食欲 这个食欲 饮食呢 当然 就是我们 讲的 世间的 真羞美味 满汉全息 而人 是必须 借由饮食 而来 滋养 我们的身体 所以 对饮食方面 更是 贪求无业 其实 吃饭 七分饱 我们 酸甜苦辣 可以 简单的 调配 只要 适时 适量 其实 才是 真正的 健康之道 名 名 名誉 对于 名利的 欲望 指的是 世间人的 声名 因为人 因为声名呢 好像 觉得可以 彰显 亲人 荣耀 自己 所以 很多人 对于 这个声名 是不能 停止的 追求 有的人 反而因为 过分的 追求 不但容易 结下 恶源 而且 反而 招致 一些 恶名 讲到这里 就想到 有的时候 看到一些 讯息 很多人 说 一些网红 一些 YouTuber 好像 大家都 很想要 获得 很多的 收视 订阅 但是 仔细 看看 其实 喜欢的 跟不喜欢的 都有 我们 这世间 一半一半 很难满足别人 对于 声名 有太过在意的 反而 会容易 遭致 自苦 最后呢 我们要看的是 睡眠欲 睡眠 如果 不知道 节制 这个 对于 睡眠 而 贪得 无厌 其实 这个 对很多人来说 欠睡 年债 或者是 很多人 就是 就是想 爱睡 这是很难 克服的挑战 就好像 近期 很多人 因为 这个 疫情 关系 在家里面 必须要 居家 隔离 有的人呢 利用这个 时间 很用功的 上网 学习 或者是 做一些 羞耻的 功课 有的人呢 可能就会觉得 啊 大好的时间 太好了 可以好好的 补充 睡眠 甚至 因为 越睡 越累 其实 变成了 贪睡 同样的时间 有人 精进 有人 就 怠惰 放纵 其实 这 睡眠 欲 最重要的 还是 对于 我们自己 不怠惰的 一个重要的 一个训练 所以 以上呢 综合 对于 五欲 这个 对我们 每一个人来说 有一个形容 就好像 你在一把 利刃 就是 利的刀 在利刃上 铁 蜜 这把刀呢 沾了蜜糖 所以 我们为了 这个蜜呢 去铁 这把刀 所以呢 会有割破 这个舌头 的这个 危机啊 所以 少欲 知足 就不要去 贪 那个甜 不要去 贪图 吃这个蜜 我们就可以 不用去 承担 这样子 这个行为 背后的 一个风险 少欲 知足 就是我们 真正 幸福 安乐的 正道 只是 这个世间上 很多人 比较难 甚至 很难 控制 我们 这些 才色 凝食 碎 的种种 的欲望 而犯下 错误 但是 不论 什么样的 错误 我们 绝对 不能犯 该会儿 要马上 为大家 介绍的 这五种 错误 这五种 错误 是什么呢 叫 五逆 大罪 五逆 大罪 杀父 杀母 杀阿罗汉 出佛 生血 破 和 和 生 这五种 行为 就是 道行 逆施 当然 犯下的 都是 大罪 所以 又叫做 五重罪 就光 从字面上来看 大家就都知道 这是 多么不应该 做的事情 而且 是绝对 不应该 做的事情 我们前面才介绍的 五戒 根本 大戒 第一条 就是 不杀生 更何况 竟然是杀父 杀母 那当然是 大罪 而 欧罗汉 在定义上 他是断尽了 一切 疑惑 证得了 极高的智慧 是 看守世间 大家大贡养的 圣者 怎么可以杀呢 当然 也是 大罪 让佛陀受伤 流血 这么不尊敬的事情 这么不尊敬的行为 而且 又是 害人之心 那 更是 不该 佛陀时代的 提婆达多 曾经 就想要 推落 大石头 而杀害 佛陀 还好 有 金刚 力士 以金刚 杵 挡住了 大石头 但是 小小碎石 还是让佛陀的 脚趾头 流了血 也因为 这样的行为 提婆达多 最后 其实是 堕入了 无间地狱 至于 破 和 和 生 简单地说 就是不能破坏 三团的和谐 通常都是因为 言语的挑拨 所以 一定要记得 在佛门 都是 生 世 生 觉 那 接下来 我们就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六字 鸿鸣 六字鸿鸣 我们常常会听到 大家 有什么事情 都会挂在嘴边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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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字万德鸿鸣 光这个万德两个字 就可以知道 它是包含了无尽的意义 南无是皈依的意思 阿弥陀佛含有无量光 无量寿的意思 在《无量寿经》里面 有讲到 称一身此名号 南无阿弥陀佛 就具足了无上的功德 《万无量寿经》里讲 一旦听到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名 就可以解除了无量寿的生死之罪 而《阿弥陀佛经》 《阿弥陀经》里面 也告诉我们 只有称念南无阿弥陀佛的修行人 才可以得到六方横杀的诸佛护念 而我们每一年 在《阿弥陀佛法会》当中 大家一定也都会看到 或听到法师们说 念一声 念佛一声 罪免何沙 礼佛一拜 增福无量 所以在这段疫情的期间 我们曾经在二月份 由心灵大师来倡议 我们全球的所有护法信众 奉送新经 来回向给这次疫情受灾 受难往生的众生 而在此时 虽然我们诵经的法会 功德会向已结束 大家其实还是可以继续 这样子的一个诵经修持 但是可能会说平常的忙碌 或者是在没有办法 静心坐下来诵经的话 其实心中常常持诵南无阿弥陀佛 也是最好的一个定心 可以让我们在这段时间 安心的一个修持的功课 简便方便又容易做 无论心念口言 南无阿弥陀佛 其实就是我们最好的定心丸 接下来要跟大家谈的是 六字真言 有许有些人会混淆 六字红明跟六字真言 是同样的吗 有什么不同呢 六字真言 我们一般就是六字大明咒 on mame ba me ho on mame ba me ho 这六字真言 其实就是六个音 是教传的佛教徒 在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心咒 成为六字真言 它是有归一莲花上之魔泥珠的一个意义 但是我们一般 其实大家一样 潜心的就是在心中持念 on mame ba me ho 那在这个经典上 有一部大乘庄严宝王经 当然有详细的解释 这个咒语呢 它是有深广多重的意义 为我们大家持送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简易简便 而又意义深远的修行功课 介绍完了两种简易的修持功课 我们也要来谈的是七种圣才 七种圣才 这七圣才 我们又叫七德才 到底在佛陀时代 说我们这七种圣才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世间人的才 我们叫世间才 这世间才呢 其实不容易为我们一家所有 而是五家共有 哪五家呢 自然灾害的天灾 大水大火 而人呢 跟人有关 如果是一个暴政的恶王 或者是给予这个 很多的征收 很多的瞌睡 这样子的一个恶王 给拿走的 还有呢 盗贼 所以天灾 人祸 那最后一个 那最后一个就是如果家中出现了逆子 也会把家财散尽 家财败 败光 所以这世间财 很容易就消失无踪 不是那么容易让我们所掌控的 但是 这出世间的七圣财 生 我们 这出世间的七圣财呢 是我们通往圣道 佛道的重要的资粮 是自己所有 别人抢不走 带不走的 第一个信 是指我们信受正法 因为信 为道员功得母 第二 是持守戒律 第三呢 自觉有禅 第四 对人有愧 第五 能够听闻正法 正教 第六 当然就是布施 第七 就是修习我们的怎么样 智慧 这个智慧 是指能够 关照事理 能够简责 明辩 好坏 是非的能力 所以 若是能够具备这 七种 出世间的功德法财 人人 就都可以 资助自己 在佛道上 好好的前进 而成就了 下面呢 我们也要来介绍 跟功德法财 有关系的 是叫做八种福田 八种福田 根据佛经的记载 世间有八种人 开为众生 布施的对象 分别是 分别是佛 圣人 僧人 和尚 舍离 父母 跟病人 等等 舍离 是教师的意思 我们可以细分一下 佛 圣人 跟僧人 这三种 是叫做 敬田 尊敬的敬 因为值得尊敬 和尚 奥舍离 父与母 这是为恩田 父母生养 和尚 奥舍离 教育 所以我们要视为恩田 救济 病人 可以称为是病田 又称为是悲田 可以培养大家的慈悲心 那么在现在呢 我们是以三宝 修道者 父母 师长 病人 残障 急难 救助 弱势团体 等等 这现在的社会 三宝 就是我们过去的佛 圣人 及僧 而父母一样 是生养我们的父母 还有修道者 以及引导我们 修道的师长 那病人呢 残障 急难 跟弱势团体 这就是跟过去一样的病田 是可以张扬我们慈悲 而为大众 不失共养 所以以上就是这八种福田 这八种福田 结束 我们要来看的是 丛林里面的一些用语 也是在佛门里面的一些用语 其中第一个是叫做出坡作物 出坡在佛门 是指的一种劳动身体 服务大众的行为 更是一种修行 是一门功课 过去有很多古德高僧 都是从出坡作物当中 而成就开悟的 譬如 六祖慧能大师 从窗里房中 看出了真如佛性 而有一位法远禅师 在过去汝州夜县 广教院 是作为一个饭头僧 就是专门在大辽厨房煮饭的 受尽了种种折磨之后 而悟到的 所以从表象上来看 出坡作物 其实是借由扫除外在的成垢 进而敌律自心的烦恼垢 是从洞中磨炼 观照自心的一个最好的时机 佛陀鼓励弟子们勤劳作物 既能锻炼强健的体魄 而且也是养成习福 耐劳的好习惯 又能够从中体悟 挑水 单柴 无不适禅 生活当中 处处都是可以修行的 新静风光 因此 出坡 不仅是自利利他 更是成就佛道的一种 重要的助援 我们出坡呢 也是修福的一个很好的因缘 更是修智慧 修禅定的大好时机哦 纽约道场 在每一年过年前 我们都会有一天 叫全寺出普坡 也就是群似的大众 无分职位的大小 都必须共同参与 这叫做出普坡 所以我们会结合 国际复工会的所有的会员 纽约道场所有的义工 我们的青年团 同军团 还有中文学校 大家都回到道场来 一起把道场 这个法生会命的家 好好的打扫 除旧不新一番 这一天 在世间法说 是大扫除 在佛门 就是出普坡 在一天的普坡 结束之后 那肚子会饿了 要吃饭了 那吃饭在佛门 特别是晚餐 又要怎么说呢 在佛门 我们就叫做 放餐药食 就消文解义来说 药食 它是药饵跟饭食这两药 也就是说 医疗跟医疗器具 有一种说法 以前古时候的僧人 一天日食两餐 到了冬天的晚上 因为为了预寒 还有消除饥饿感 会把一种烘暖的石头 放在腹部之间 是作为一种 能够让舒缓 这个肠胃的疾病的 一种疗法 那后世 日后 也就变成了 所谓的药食 现在呢 我们帮晚餐 其实当作是 滋养色身的药品 所以我们也说 就是用药食 以后 如果您到 纽约道场来 我们不论您来服务 或者是您只是来 礼佛上香 听到打板声 在晚上六点钟的时候 法师可能就会跟您说 要不要一起用药食啊 千万不要以为 法师很奇怪 你不请我吃饭 还要请我吃药 其实药食 就是晚餐的意思啊 好 接下来 要跟大家再介绍的这个名字 叫做福会双修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佛名 名像 福会双修的意思 就是指 修持福德与智慧 两种庄严的法门 六度波罗尼的修持 都是利益他人的善业 都叫做福德门 那自我利益的真理 观念 是波罗尔 是开发智慧的 所以称为智慧门 新年大师 曾经跟我们开示过 大宝基金里面 有这么一则 有趣的故事 有师兄弟两个人 一个人修福 一个人修慧 各有所长 修福的人呢 这个师弟啊 每天行善 每天布施 坐桥古路 救济贫困 为人服务 但是呢 他不求圣洁 他不去理解 经教的利益 这个里面的毅力 不去开发智慧 而这个修慧的师兄呢 他只顾的 这个研究经典 探索真理 宣扬佛法 但是他不勤劳作物 不肯为人服务 这个不跟人结缘 这师兄弟两个人 各有专修 但是呢 得到的结果 却大不相同 师弟因为修福 所以往生了以后呢 他到了王宫 去投胎 成了一头大象 虽然是生在畜生道 可是因为呢 他过去世人 很有福报 每天吃的是 很好的美味 披的呢 披荆挂营 还有很多奴仆啊 伺候着他 比人间的福报 好过很多啊 这个师兄呢 他呢 因为修慧 不修福 他虽然 赠得了欧罗汉果 但是因为过去 对人 没有太多的福 没有太好的结缘 跟奉献 所以呢 他没有福得因缘 他虽然思想 超越别人 智慧也过人 可是啊 生活困顿 到处脱锅 却不得人供养 有一天呢 这个师兄呢 走到了皇宫里面 去化园 他突然间 看见一头大象 他因为震得了天眼通 所以呢 他一看 哎哟 这个不是我 转世的师弟吗 因此 他突然 开悟了一个道理 原来 我们师兄弟两个人 在过去是修行的时候 一个只修福 一个只修慧 这样子的一个 慧慧因果 这么的不同 于是他做了一个 祭语 这个祭语呢 就是修福不修慧 大象匹音落 修慧不修福 罗汉应共活 意思就是说 师弟不修慧 虽然投胎在王宫 享尽了富贵荣华 可是却还是在一个畜生道 而我呢 修慧不修福 已经证得了欧罗汉 但是生活艰难 连衣食都不得温饱 修福的不得再 因为在畜生道 就不再能够听得佛法 而修慧呢 怎么生活艰苦 衣食难全 所以从这段故事 可以看得出来 佛法的修行 最重要的是要 福会双修 什么是修福呢 比如说 修桥布路 以前的人在路上 湿茶湿水 架设路灯 这些都是修福 那像是现在来说 环保 不乱丢垃圾 而且照顾过往行灵的安全 也是修福 还有平时的节俭 不浪费 洗衣服 那当然是修福 而为人解决问题 帮人解决困难 都是修福 因此 还有了 恭敬的礼拜诸佛菩萨 那更是修福 那至于修会呢 阅读经典 研究佛法 还有像各位 在我们远端的 这个镜头远端的地方 在听闻佛学课程 那当然 都是在修会 因为您听闻的佛法 您会去思维佛法 而实践佛法 这就是所谓的 闻思修 入三摩地了 那更是修会了 所以修菩萨道的人 不可以偏废于一法 要行解病重 知行合一 听闻一如 把佛法圆容贯通 在慈悲的时候 要慈悲 要布施的时候 要补师 可以结缘的时候 要尽量与人结缘 在有人需要 我们帮助的时候 要给予帮助 若是如此 能够福慧双修 行解病重 从此呢 一切佛法具足 圆容 害怕未来 没有圆满的人生吗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 在佛道上的修持 一定要福慧双修 好 以上呢 就是要跟大家介绍 在我们这 佛光教科书 第七册 第十四课里面的 生活法相 接下来 我要还有四个名项 要跟大家介绍 这四个名项 是上个礼拜 知群法师 教给我的功课 他说呢 这四个名项呢 要由我来负责 为大家介绍 这佛教的 这个基本教义 这四个名项 是什么呢 第一个 就是四圣地 四圣地 苦 疾 灭 道 这是世尊 释迦摩尼佛 在菩提加爷 的菩提树下 成道之后 到陆野院 初转法轮 也就是第一次讲法 为乔成儒 等五位贤者 所宣说 佛陀证悟的真理 这苦疾灭道 那这四个人呢 因为听了 苦疾灭道 这四圣地 而有所证悟 向佛陀求请出家 也就是我们 僧团的起源的开始 那苦疾灭道 究竟是什么意义呢 我们首先来看 这苦 又称苦地 从佛陀 成佛以前的经验 让佛陀知道 人生是很苦的 有苦也有乐 但让多数人 很难接受的 是所有的事情 可能都是 有无常的来临 生老病 是必经的过程 而我呢 这个我 是由五种物质与精神 也就是 无韵 色受想的形式 地水火风 的四大结合 只是短暂 偶然的 仪式的产物 这世间 没有持久 常住 永恒的东西 所以 面对的 无常 我们因为 执着 这个我 我就产生了很多的苦的产生 佛陀总结 人生的苦 有生 老 病 死 爱别离 愿 正会 求不得 以及 五蕴 赤胜的 八种苦 而根据南传佛教当中 常悟 所描述的 佛陀也把苦 分成了十一种 又叫做十一苦法 当然 还是一样 包括了生 老 病 死 还有 愁 悲 苦 忧 恼 愿正会 爱别离 求不得 概括的说 也就是说 我们只要取这个 五曲韵 五韵 就是苦了 那么 吉地是什么呢 吉啊 是跟苦有关的原因 人生的苦难 是来自于 对永恒的 生存欲 欲念的欲 因为生死流转 永无宁欲 每天担忧 之所以有种种的痛苦 就是因为这个有 而产生的痛苦的根源 主要是贪 称吃 这三读 也就是我们的吉地 我们想要去除痛苦 当然就要消除痛苦的原因 那这原因 贪成吃 就是灭地了 灭除贪成吃 痛苦的止息 也就是灭盘 我们只要明白 吉地的道理 断尽烦恼的业 我们就可以解脱 那道地是什么呢 道又称为苦灭道理 就是如何破解苦的聚集 让苦不再积聚 所以甚至一个灭坏 这个苦的方法呢 修行方法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 要介绍的八正道 还有呢 我们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这就是道地的一个随顺 道地可以让我们 去到这个灭盘的境界 那我们接下来 就赶快看这八正道 如何让我们灭苦呢 新闻大师说过 我们苦是人生的实相 但是如何离苦得乐 求得究竟的解脱 是我们学佛的目的所在 佛陀成道之初 为了让众生 从烦恼痛苦当中解脱出来 特别开示这八条 朝向圣人境界的修行方法 称之为八正道 正 脱离 斜非 顾名为正 道 是能通的意思 以达通 以求能够通达涅槃的境地 所以为道 寻的这个八正道 我们终生就可以把苦极的烦恼涌断 正得涅槃的圣贱境界 所以又称为八正道 八正道就像一条船 它可以让我们从迷的这一边 而到了我们雾的彼岸 所以也有一种说法 它叫八道船 或者是八法 传法的法 简单的说了 八正道是八条 通往成佛大道的实践法门 是脱离烦恼痛苦的方法 是我们佛弟子修行的正确之道 奉行八正道 可以完成我们学佛的目的 所以我们赶快来看 这八正道的意义 第一个 正见 正当的见解 正思维 正当的思维 正语 正当的语言 正业 正当的行为 正命 正当的生活 正精进 正当的努力 正念 正当的意念 正定 正当的禅定 那么正见 正当的见解 是什么呢 正见我们因果 因缘果报 还有善恶的业力 这个我们刚刚前面已经有说过了 而正见 而正见 空 无常 这个事可以使我们在顺境的时候 不要太过快乐 处逆境的时候 不要悲观 消极 因为一切都会改变 苦无常的苦空 其实也是可以带给我们希望的 激励我们精进 引导我们可以超凡入圣 最后 正见 是要正见佛道永恒 我们常说 我们常说人生无常 虽然人生的实相是无常苦空 但是无常苦空里面 有一个常乐我尽 一个常乐我尽的涅槃世界 因此 正见佛道永恒 就不会产生 波无因果的断见 进而修善止恶 最后 我们都可以达到 如佛陀一般的涅槃境地 正思维呢 正思维就是不贪欲 不称慧 不愚痴 远离邪妄的贪欲 做真理智慧的思量分别 正语 是善良的口业 也就是实善业当中的 不忘语 不两舌 不恶口 不奇语 远离一切 不慎 不小心的语言 悔恨的语言 傲慢的语言 辱骂的语言 刻薄的语言 华言巧语 还有虚妄不识 种种的语言 正语 是要说真实语 真实不虚 不欺骗人的话 要说慈悲语 慈悲融合 令人生起信心的话 称赞语 能够称赞别人 令人欢喜的话 力行语 可以帮助别人 有利于人的话 正业 是行为举止 要正当 身口意 三业要清静 远离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的一切 邪妄消极 不作恶业 正业 的积极的意思 当然就是 互生 慈悲 不失等等 至于正命 就是佛陀指导弟子们 应该要进行正当的经济生活的方式 和谋生的方式 远离一切 歪斜的经济生活 大部分的罪恶 其实都是从不正当的行业 而不正当的生活而来的 再来是正经静 经是不杂 静是不退 也就是要努力为善 努力断恶 朝向真理的目标而前进 在正法念处经里面说 懈怠是一切恶道的根本 是生死的种子 世间一切的苦恼 都由此而生 想要断除生死的禅服 应该要精进 舍弃懈怠 就像前面提过的四正情 就是正经济的目标 正念呢 就是清静的意念 也就是不生邪念 意念正道 正念的内容 也是四念处 四念处是什么呢 第一 观身不尽 一般人常因为贪爱自身的美丽 健康 而产生了一些执着妄想 佛陀教导我们 观身不尽 就是要破除我们对身体的执爱 进而借甲修真 以正得永恒不死的法身 第二 观寿是苦 世间种种的苦乐感受 都是苦 因为人生充满了生老病死各种苦 纵然偶有快乐 却因为世间万法的变幻无常 千流不息 快乐 也会因为时空的变化 而消逝的 所以说 观寿是苦 观心无常 我们的心念 我们的心念分分秒秒 忽而天堂 忽而地狱 时好时坏 时善时恶 时生时灭 如人侯一般 念念无定 所以说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金刚经里面说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因作如世观 世间万物 终会散灭败坏 所以没有一样东西 是有自信的 能够自主的 懂得观法无我 才能够从五欲当中 找回到自己的真如法性 这四念处有一个例子 就如同最近 大家都在疫情当中 收到了很多很多的讯息 我看到一个传过来的影片 觉得很有意思 也很适合我们在这段时间 特别对于这四念处的 一个解说 这个影片就让我们看到 每一个人这个病毒的传递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 其实身上本来也就涵盖了一些细菌 然后这个病毒就像我们可以想象 我们的这个身 一旦病毒侵入之后 我们有这些鼻涕 咳嗽啊 咳嗽啊 这些种种的所谓 剃拓 在经典里面讲的 就是 这些特别的鼻塞啊 等等的不舒服 我们第一个 这个身啊 是这么的不亲近 平常看起来好像很庄严 很漂亮 可是呢 哇 一开始鼻涕 咳嗽 流鼻水 红鼻子啦 擦破皮啦 等等的 这些我们就看到了 深的不尽 感受呢 当然真的是苦啊 鼻塞的不能呼吸的苦 不是吗 但是呢 这些的苦呢 又怎么样 它其实 不是一种这么样子的 我们只要好好的休息 适当的休息 甚至适当的用药 那我们多喝水 这不就好了吗 这个无常 不是一直都是负面的 如果我们没有无常的话 这个病菌来了 它是不会好的 表示它是常态的吗 当然不是 所以我们的心念 可以一转 可以把苦受 变成热受 我们可以体会到 这个世间的一些因缘法则 万物的无自信 学习放下 对我 这个人生 对于我的感受的执着 所以 无论我们要面临到 什么样的困难挑战 其实 只要 我们征询 学习佛陀 交给我们的正念 我们正观因缘 我们的念头 都能够 学习 观身不尽 观受世苦 观心无常 那么 我们世间万法 都无我 我们这段时间 这个疫情的 种种的一些限制 规定 因为 我要保护大家 大家只要能够 有信心 能够把心念 护持着在正向的方向 然后呢 牺牲一些 想我的不便 我们 遵从国家的 一些政令的 宣规定 我们一定 可以度过 这段时间 这样子的一个 不方便 因为 世间的无常 我们会有好的 结束的那一天 我们疫情结束的 那一天来临的 所以 大家 一定要 在这个时候 其实 就可以好好地 把佛法 能够来体会 在我们生活当中 运用 最后一个 讲的人 讲的是 镇定 也就是 以正确的 禅定 集中意念 跟精神 收拾了 我们散乱的身心 培养我们的人格 而真正的禅定 不是在于打坐 不是在于 普团上打坐 而是在于 真正 内心里面的能源 内心的力量 的开展 所以刚刚提到 我们在 面对疫情的时候 我们的心念 能够镇定 能够正念 我们就能够 好好的 度过这段日子 把我们这段的身心 身心安顿下来 我们这段的日子 其实是难得的 因缘 跟家人相处 我们一生当中 有什么姻缘 可以这么 二六十周 二十四小时 跟家人一贯 共处的呢 好 最后讲到 八正道 与四圣地 其实也有关系 但是呢 八正道 跟十二姻缘 也是有关系的 因为四圣地 是为了处理 十二姻缘的苦疾 二地 而说出了灭苦 断苦疾的道地 八正道的证件 就是要让佛弟子知道 藉由十二姻缘 的这种苦疾 然后呢 我们因果的循环 产生的生死苦海 所以八正道的功能 就是要让十二姻缘 这个生死的流转 变成十二姻缘 生死的缓灭 生死流转 是无边的苦海 而生死的缓灭 是涅槃与解脱 所以我们马上 要跟大家 要介绍的是 我们十二姻缘 十二姻缘呢 我们要简单地说 不然这就是 一堂课的时间 十二姻缘 它是我们显示 有情的生命流转的因果关系 我情的众生 因为一面的无名 而造作了种种的行为 产生了夜市 随着夜市而投胎 而有了明色 继而六路的形成 有六路呢 有接触的外境 而产生了感受 而生起了爱欲 进而有了直取的行动 结果呢 就造下了夜 有 生命的个体 就此形成 有了生 终将难免有老死 而死呢 又进入了一个生命的开始 所以 有情终生 一起又一起的生命 就由此而轮转不已 构成有情生命的 这十二个条件 互为因缘 所以呢 称之为十二因缘 这以上是最精辟简单的解释 以后有因缘 有机会再跟大家 要花一整堂课的时间 来解说这十二因缘 那最后 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涅槃 涅槃这个名项 也是 有很多可以说的 所以呢 今天只是跟大家 做简单的介绍 在杂阿环经里面 对于涅槃提出的四个定义 最容易了解 可是也需要我们用心去实践 第一 贪欲的心 扫除静静 就是涅槃 称恨的心 清除干净 也就是涅槃 鱼痴无名 邪见的心 扫荡干净 也是涅槃 烦恨是非的心 破除 干干净净 就是涅槃 所以 不论任何 杂乱的心念 其实我们一切 扫除干净 我们也就都 进入了涅槃 今天这最后一个名项 跟大家介绍完了 我们这一堂课也准备要涅槃了 但是我们下面要带大家一起跟我们做晚课 晚课结束之后 我们才会进入真正的涅槃 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即将开始做晚课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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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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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祖祭所走远 皆地 皆地 婆罗 皆地 婆罗 皆地 婆罗 神 皆地 菩提 所 佛 恩 阿弥陀佛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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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纳梦 小菜眼熟西 是 要是佛南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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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要是佛南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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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要是佛南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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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佛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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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读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 为心形肺炎疫情 向观世音菩萨祈愿闻 慈悲伟大的观世音菩萨 这次发生的心形肺炎疫情 有许多人受到委屈 苦难和惊吓 祈求您的慈悲加倍 让我们具备勇气与智慧 面对疫情能够处变不惊 面对疾病能够冷静宽心 慈悲伟大的观世音菩萨 有些地方封城了 有的活动暂停了 现在我们更需要发挥您救苦救难的精神 互助关怀 避免惊慌失措 彼此鼓励 我们可以增加信心无畏 暂时的隔离 我们可以当作闭关 自我反省 一时的不便 我们可以尽心正念 自我浅修 慈悲伟大的观世音菩萨 此时此刻 我们更需要团结一心 相信政府部门会尽快解除危机 感谢医护人员正努力医治病患 世界上无论再怎么困难 只要以慈悲智慧面对 人人行三好 做好事 说好话 存好心 大家重视环保护身 必能转为为安 慈悲伟大的观世音菩萨 此时此刻 我们虔诚称念您的名号 南无观世音菩萨 我们要学习您的慈悲与智慧 转化外在的烦恼境界 我们要远离颠倒妄想 观人自在 我们要远离分别意测 观尽自在 我们要远离执着 禅服 观世自在 慈悲伟大的观世音菩萨 祈求您 让生病的人尽快痊愈 恢复健康 不幸往生者 蒙佛接引 安心归去 让社会净化 远离疫情 让普罗大众 平安吉祥 慈悲伟大的观世音菩萨 请求您 接受我至成的祈愿 慈悲伟大的观世音菩萨 请求您 接受我至成的祈愿 慈悲伟大的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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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悲伟大的观世音菩萨